大家好 又是我邦博 今條片我想一次過說了 福光有什麼好適 以及我每天安排的行程 在第一天下機直接奔向酒店之後 第一間必食的就是燒牛肉 肉屋肉一博多店 在上一條VLOG講過 如果五星好評的話 這間就是五星好評 記住 一到五六點左右就要開始排隊 如果可以的話早點要拿位 或者上網都可以預訂位 推薦只是叫一個黑毛和牛拼盤 裡面包含了七款部位 加上飲料 三個男生已經夠鮮味了 加多一兩碟 可以盡滿足你的好奇心 不推薦要太多的 因為牛真的太油 想吃飽的話 之後可以七仔和Lawson加甜品 你爸媽經過第一晚 好吃到牛的燒肉之後 第二天就去福光的另一邊 吃Omakase 這間叫日糕 在大豪公園站 出去就到了 Tabek Lod 裡面也有3.87分 一點也不低 是想不到 早兩天的燒肉都不夠為人家 同場有來一個三人家庭 師傅大部分時間 都是跟我們聊天 不然我們不懂日文 吃Omakase 當然是吃服務 一個光頭老闆 夠細心 他知道我左手 當我第一口吃完之後 直接轉方向 讓我左手方便 很可惜的是 原本遇到他 從淡味吃到濃味 在中間無緣無故 燒了一塊沙甸魚 真的不行 太敗筆了 想試Omakase 可以推薦 五星有四星 吃飽飽當然是出發紅盤 時間真是快的 一個小時 兩點 去到紅盤站 一出前面就是市店 記住 全程 都要用市店 在紅盤通合 不然你就會在夜間見到三個傻仔 走一個小時 回紅盤站 景點 可以直接去 城彩苑 英之小路 一個市罩 可以在這裡 或者在紅盤站 買好手信 回去 手信最重要是告訴別人 去了哪裡 買米蘭就是手袋站 買紅盤 就是手信站 去到英之小路 雖然下了個大雨 但吃著茶味的雪糕 聞著 可能有些輻射的雨 真的別了一番 煙味的味道 之後當然是紅盤最出名的 黑亭拉麵 注意 紅盤有兩間 我建議 像我那樣的行程 跟著市店 走回那個站 去花田站 附近有個商場 叫Sakura Machi 裡面就有黑亭拉麵 它的特色就是炒焦了蒜頭粉 和彈簧 雙重視覺總擊 不餓還有半份可以叫 如果帶小朋友去的話 一碗他吃不完 就幫他叫半份 每人一碗 尊重一下廠廳 推薦紙所謂四星 在紅盤買好手信後 當晚很快就可以回到博多 由於本人不喜歡吃內臟 所以最後 都找了一間 傳銷店 傳銷家 暗 都是一些大陸的東西 不過勝在有得吃 博多最出名的牛腸鍋 雖然都不是太好吃 太多脂肪 裡面就是吃層衣 推薦指數 三成 第3日就是出發到游步遠 差不多一個必去的景點 其實日本 很難找到一間可以坐定定吃的早餐 你今次選了這間叫 蛋直賣梳 真的好吃不是說虧 蛋拌飯 真的好純粹 只有兩樣東西選擇 就是 豉油拌飯 和親子冬 早餐推薦 不勝 不勝 記得記得記得 第一天去到博多 或者附近的車站 一定要去 預訂了游步遠 最早的車票 因為真的太受歡迎了 大部分商店 在5點前就會關閉 你猜一下 哪三個人 去到 差不多5點 我在車站附近 預訂了一間 有私人溫泉的民宿 如果大家好像我那麼害羞 就可以 付近萬全 以下這間 就是全福江 最好吃的餐廳 位 也少 你吃不吃到就看你的運氣了 我們進去的時候 就已經無位了 被你坐了 肉 對 只是開6個半小時的夫妻小店 星期二 休息 打開餐牌 盲點都可以 因為無論是刺身或是活動 特別是炸雞 奇怪的 在日本你問人什麼最好吃 很少人會說 雞 但無論是 新地雞 七仔雞 炸雞 甚至我下集介紹大阪最好吃的居酒屋燒料 都沒什麼人知道 肉貪 五星星星星小店 下集我會介紹 在福江 錯算去大阪的影片 和餐廳推薦 下集見 如果想看看 第一間牛有什麼好吃的話就上集見 好 拜拜 我會示範 我會示範